唐人街 有件事我又不明白 刚刚过了这个台风的名字叫做杜苏瑞 本来这个台风就向着台湾那边吹过去 台湾那些人全部准备了怎么避过台风 台湾人将窗门全部用胶纸封住 差不多连自己都要用绳绑住 怕着台风连自己都吹走 谁知那个台风都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怪的 去到台湾边境的时候突然急转弯 正常台风就是抛物线转的 不知道为什么今次那场台风就90度这样转弯 向着福建这样冲过去 福建那些人就惨了 虽然知道台风打到来都会有准备 但是估不到那个台风向着福建冲过去 然后向着北方就横扫过去 经过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冲北京 所以人们就说为什么今次这个台风行得这么怪的呢 现在第二个台风仲拐叫卡鲁 这个台风在海面树转转了10天 然后就向着日本的方向冲过去 当它将近冲到日本的时候 就突然90度一个急弯就转了去东北的方向 有件事非常奇怪很少有的 通常台风形成之后大约6天就会结束 但是这个台风卡鲁就不同了 它已经形成了10多天 风速还是10级强 一直在转弯 然后这个台风卡鲁 第二个台风叫南欣已经形成了 如果一旦两个台风重叠的话 天文学上就叫做伤窩轮送水 暴雨就会倒水地下来 后果是非常恐怖的 你们俩斯说的那些 在历史上就叫做异仗 即是奇异的现象 早在2000年前汉朝时 汉武帝就和一个瑜伽思想的大命人 叫做董仲书 他们两个人足足聊了三晚 聊的内容就叫做天人感应 就是老天说什么灾难 是人做了坏事而导致的 董仲书分析了历朝历代的兴起和灭亡 有个规律 如果统治者做不到敬天外民 导致老百姓生活非常贫困的话 老天就会降下灾难 台风、地震、火山爆发、海啸等等 都会降临 目的是为了提醒统治者要改正自己 如果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 还不醒过来 还一意孤行的话 就会降异仗出来了 就好像你稍后才说的 台风走九十度 还有十几天都不消失 等等这些都叫做异仗了 现在有些报道说出现有血月 雪山有血雪还有血雨 这些都算是异仗了 这个当然了 还有狗不开门口 猫不捉老鼠 还有反过来老鼠捉猫 这些都是异仗 这个时候 如果统治者还不改正自己 就会结束这个皇朝 董仲书说这种现象会反复几次都有可能 就是不断的出现灾难 又不断的出现异仗 跟着又灾难又异仗 给足机会的统治者 历史上将这三晚的聊天 就叫做天人三冊 喂 郑哥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天人三冊 这件事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出名的典故 第一冊就是巩固治理国家的根本 第二冊是治理过程的证述 第三冊要讲求天人感应 董仲书一生历经三朝元老 他是皇帝身边最得力的大臣 一旦发生什么大事 有什么天灾人和 皇帝就要立刻召见他 商讨对策 直到他七十岁告老还乡 皇帝身边没有一个能够董仲书的策略 所以皇帝一有大事 仍然要召见董仲书回朝 董仲书最令汉武帝欣赏的 是他的阴阳学说 一定要顺天意 一旦做错了 君王就要聚己召 向天忏悔认错 董仲书死后的灵巫就在长安西郊 称呼这个灵巫一带叫做下马灵 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 汉武帝经过长安西郊这个灵巫的时候 突然发现就是董仲书的灵巫 他马上下马去拜祭董仲书 汉武帝说董仲书的去世是汉朝的巨大损失 因为他一生为人整直 敬天爱闻 汉武帝还说汉朝在董仲书的辅助之下走向盛世 是功不可没的 所以后人就将董仲书的灵巫叫做下马灵 董仲书治国的策略说得很出色 在古代凡是出现天灾的时候 好的皇帝就立即下令 朝灾就直震 朝早出现灾难的时候 晚上就要立即开始震灾 不能够拖慢 在明朝朱帝做皇帝的时候 民间一旦出现灾难 他就会下令立即震灾 开仓放粮 全部的妙语也都会撕竹救人 看戏都看到了 就是那些妙语撕竹给灾民 这些朝廷就是以民为大 现在刚刚大陆就相反 那些灾民缺水缺粮缺电 足足十几天都没人理 我们那天说了 那个红十字会还有人捐款 现在有人查到 红十字会里的职工 你知道多少钱一年吗? 平均每人都有四十几万人民币一年 那些网民就生得七筒出烟了 说大哥 我们辛辛苦苦 做一年的人工三万元都没有 还说要捐钱给红十字会 哎呀真是省点 理他都浪费了 有网民还说 灾难来的时候 应该是开仓放粮的 那些网民就说 一旦有什么灾难 那些贪官就立即有大把银子进账了 因为外地捐了款款给灾民 那些贪官就立即把钱据为己有了嘛 灾难十几天了 中国老百姓一分钱的救灾款都收不到 但是非洲的穷国苏丹 它又是水灾嘛 中国政府说那些人可怜就捐了一千万给他们 哇没有搞错 大陆政府黏了哪条筋啊 这样搞法会逼虎跳墙的哦 分分钟这百姓会揭杆起意 冲入中南海大开杀界 这就大件事了 在杜州市马路突然间裂开一个大洞 看到一个视频 清清楚楚掉了两架车下去 一架白车一架黑车 后来政府就说这两架车里没有死人 全部是受轻伤而已 接下来这个车的车主出来说话 他说当时白车里面有四个人 父母亲死了 两个子女还生存 黑车就一个都没有救上来 通过这件事就可以看到 当地政府睁大眼说大话 还有灾难之后 记者去到一个村 那个村的村长亲口对他说 你们帮我处理那些尸体 在牛盆里面有二十多个尸体 没有人处理 村里面的人都走了 或者失踪了 怎么办呢 后来这个记者就说 整个杜州市有四百多个村 大家受灾的程度都差不多 如果按照最低估计 每个村有死二十个人 就起码死到八千多人 灾难最严重的时候 72小时之内是救人的黄金时间 但大陆政府是三军不动 鬼影都不见一只去救灾民 但到水退之后 那些武警就出来接管 将那些民间救援队 赶走完 一个都不准逗留 当然了 灾情后的环境 千瘡百孔 遍地施骸 大陆政府当然怕被人 拍了一个灾难现场在上网 被全世界的人都看到 大陆政府怎么向世人交代 现在中国大陆的南方 连日都是暴雨 三峡大坝频频传出 快来溃堤 大陆的气象局 已经连续三十天发布暴雨的预警 各地灾情严重 云南贵州 到处都是山泥倾舍 有些高楼大厦 被山泥倾舍在中间冲断 当地不少居民无家可归 喂 其实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郑哥你刚才说的两个台风 一个叫卡鲁 一个叫南欣 如果一旦两个台风 重叠地打下来 真是世纪大灾难 有没有得避呢 我们刚才提到的 董仲书和汉武帝的天人三冊 就举了一个例 他说 臨于善于 不如退而结枉 如今汉王朝七十多年了 不如退而更化 喂 喂 照这样看来就是叫习近平 学下汉朝 改恶就行善 那中国就可能没有那么多灾难的了 你又说得对啊 倚文 这个董仲书还特别强调 他说 更化就是用德去治国 董仲书的意思就告诉汉武帝 如果以上那些不信天意 最后天人三冊的最后一冊 那天就来推倒你的王朝 那就是说 大陆政府乖乖地 就改邪归正 如果不是呢 上天就打倒你的王朝 哎 中国历史的发展 《地武经》里面 已经有这种预言 讲了出来的了 他说2020年 会有大的瘟疫 那我们一看呢 确实那一年 就出现了武汉肺炎 他还说 接下来会有水灾和饥荒 现在大陆正式认识这个预言 到处都是水灾 接下来应该是饥荒 已经有这个妙头了 你看全世界的粮食都欠修 中国大陆更加严重 全部水浸了 哪里还有粮食 在中国大陆最丰富的 产量最高的粮食 叫做五常大米 五常是一个城市的名字 是东北的 这一次呢 一某地都没得剩 全部浸了 想不饥荒也挺难的 就算你有钱去海外买大米 但现在各个国家都禁止出口大米了 有钱都买不到米了 本来澳洲一直都卖粮食给中国的 而且贸易规模非常大 一直支持中国的粮食 早几年的武汉肺炎是影响到全世界死了很多人 而且经济影响到世界大衰退 澳洲政府就提出要去大陆查武汉肺炎的根源 因为大陆政府新有市就不准人进去查 接着就报复澳洲 将澳洲的粮食加到巨额关税 后来澳洲将粮食卖给东南亚 更好生意 这段时间连续灾难令中国的粮食非常短缺 先几日就决定了免除澳洲粮食入口大陆的关税 其实澳洲直接可以不卖给大陆 但看在中国老百姓的份上不计前言 同意将粮食重新卖给中国 所以世事有些东西是天网灰灰疏而不留的 只是包吾着火的 今时今日终于水鹿食出 证实了武汉肺炎是从大陆来的 有名有姓 他就是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主管 名字叫善超 他在临失中之前将他的资料全部交给了报料人 他说明上级安排他去新疆 空多吉小 所以他才将资料交给报料人 是啊 当时的报料人还跟记者说 因为善超觉得他自己研究出来的病毒 令到全球承受这么大的灾难 他受到良心责备 所以他一早就将资料准备齐全 交给了报料人 适当时就将这件事公布于世 所以关于散播武汉肺炎的罪魁禍首 是无得逃脱的 唐人家粤语见闻 天人三冊 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许文强联合演播 请点赞和订阅 多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 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希望官方如楼 记者订阅 明镜与点栏目